那很多出宝说了 欢迎最近从不直播 今天忙很多的事 你看这边 原本我们去的花坛 本来打算是要种什么东西的 结果后来盘算了一下 这边还是盖两个大棚会比较好一些 盖那种玻璃温室 那这边又是在 看这些个东西都在这放着 这个东西叫水源热泵 是才这么大的 是要做供暖的 要不然的话就容易把花给冻死了 那意思就是把那边的这几个集装箱 全部放到这边 最近会略忙一点 抽包 里面很多花手还问我 熊猫呢 熊猫是不是搞这什么 熊猫现在是一个非常哇塞的看家狗 就看家了 我岳母养了鸡还有鸭 现在还会下蛋呢 明年的时候 我是明年准备把这一块给它围起来 做一个鸡舍鸭卷之类的 明年会养的多一点 今年那些够吃的 这个棚就比较简单 也是我们的四眼田算是 有九里香三角莓 柠檬还有芝芝花 都放在这了还有一些茉莉 前面呢也都是三角莓了 那前面这个棚就比较纯粹了 都是一些三角莓 都是用泥蛋筒用机制去给大家养护出来的 那么有话说你看看那个大的棚 大的那个棚呢 你们直播的时候都可以在零日直播间看到的 也就给大家简单的汇报一下工作 另外呢外面还有很多项目 就不给大家一一汇报了 等落地生根的时候 再给大家做一些分享 记得点个关注啊 老花一每天会给大家分享很多养花的知识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长一 白了成王